父子俩来到车市准备买辆二手车 三姆一眼就看出了这辆老四柯麦罗 那键盘上还有一个十分酷炫的标志 诶就他了 奇怪的是老板压根就没见过这辆车 但是这老板够黑 管他是不是这里的车 开口就要5000 4块钱多了不要 出来吧有个扣门的老爹说你家闷不信 这下这辆柯麦罗不乐意了 咔的一声所有的汽车玻璃都炸了 这玻璃一看就不是中国制造 这把黑老板吓得不轻 4块钱成交 三姆开着车就准备去泡妞 但是女神已经投入了笑爸的怀抱 怎么办 抢呗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这儿去植树 我看到了 看起来 看起来 好看不吃眼前亏 溜了溜了 这边笑爸光想着来个老汉推车 女神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直接负气离走 三姆眼看机会来了 把刚刚爬树的好兄弟一踹下了车 载着女神便开走了 这辆这车还能帮忙泡妞 着实不错 可到了晚上 车子去来离家出走 三姆一看 这能让你跑了吗 拎起一辆摩托车就开始追 追上去一看 天哪 汽车竟然变成了巨型机甲 他好像在发射信号 吓得他把腿就跑 可到了第二天 这辆车又自己开了回来 三姆拎起一辆车又开始跑 好不容易看到一辆警车 以为看到了救星 结果这辆警车上来就是一顿变身 这就是爸天府的成员 陆战 此时女神开这辆自行车正朝自己死来 三姆将其揽下 上来就问一句 你相信官吗 我心里个鬼哟 那下一秒他就惊呆了 好在大黄蜂赶了过来 接着上演了一段速度与激情 两家车从白天追到了晚上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怎么办 干你家呗 陆战派出迷乱去对付三姆 接着就和大黄蜂干了起来 这边三姆的裤子都被打没了 好在女神找了一把电锯 把迷乱大卸八块 三姆一脚踢飞他的脑袋 转身一看 大黄蜂已经解决了战斗 这活着插着要得舍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两人坐上大黄蜂的车 迷乱的脑袋伪装成女神的诺基亚 也跟着上了车 车上女神问道 这么酷炫的机甲 怎么就变成这种破烂 大黄蜂一怒之下 将两人赶下车 接着又扫描了一辆新款的科迈罗 在回来时已经禁飞西壁 两人被载到空宽的地区 此时太空中正飞了几颗大火球 火球划过天空来到了地表 他们都是来自赛博坦型的汽车人 这辆大卡车就是他们的手里 秦天柱 他们是自主机器生物 这次带领众多小弟来到地球 就是为了山姆而来 接着秦天柱向山姆讲述了事情的起因 一个老人不慎跌入北极的一个巨大冰洞 冰洞里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 里面躺着个巨大无比的机器人 看起来有些年头 老人上前查探 却不小心触发了他的导航系统 只见巨型机甲双眼张范金光 老人一声倒地 却恍然不知一个坐标印在了他的眼镜之上 百多年后 这副眼镜出现在网站上售卖 卖家就是老人的真真真孙子山姆 冰洞里的巨型机甲就是霸天虎的首领 威正天 他来自于遥远的赛博坦星 内战让这颗星球的生物分为汽车人和霸天虎两个派系 战争使星球毁灭 他们的火种流落在太空之中 最终漂流到地球 威正天一路追寻而来 降落时被冰冻在北极冰川 那副眼镜上的坐标就是火种的位置 火种可以赋予机器生命 如果让霸天虎得到眼镜 亏让地球遭遇灭顶之灾 而眼镜在网络上的出现 那霸天虎的成员蠢蠢欲动 三母如今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耽误自己是要先找到那副眼镜 可三母刚找到眼镜 一群特工就破门而入 从三母身上更是检测到大量辐射 一家人全被逮捕 半路上 秦天虎带领汽车人将特工重重包围 调皮的大黄蜂更是杀起了泊 没过多久 一大群特工蜂拥而至 他们四处搜寻汽车人 秦天虎带着三母和小梅躲在桥底下 两人支撑不住掉了下去 大黄蜂扑身营救 却因此将自己暴露 军队将大黄蜂抓捕 但是他并没有反抗 秦天虎为了不伤害人类 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黄蜂被抓走 他通过眼镜上的信息 很快就锁定了火种的位置 而大黄蜂可能将会面临 人类的无尽折磨和实验 三母和小梅被带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之前伪装成诺基亚的迷乱 趁机火炉其中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 冰封已久的微震天 原来这里不单单是研究 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更是火种魔藩的所在地 但连胡佛总统 为了防止火种被外界贪支 并在这的上方建造了胡佛水坝 与此同时 偷溜进来的迷乱 向霸天虎成员发送了信号 化成战斗机的红蜘蛛 警车模样的路障 坦克模样的吵闹 推土机模样的推土机 直升机模样的黑妖 众多潜伏在地球的霸天虎全员出动 正朝火种方向火速赶来 一部诺基亚手机被放入实验箱 关上盖子 戴豪护目镜 视频按下开关 一股能量从外边的魔方传递而来 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手机竟然有了生命 小家伙脾气还挺大 掏出小啾啾对着玻璃一阵扫射 时不时还发射几颗导弹 威力甚猛 小姑娘都被吓了一跳 这就是火煮魔方的能力 能将电子产品生物化 与此同时 霸天虎已经来到了基地 准备破坏基地的电力系统 迷乱闯入了控制室 关闭了卫正天的冷却系统 卫正天即将苏醒 情况危急 他们只能相信三母 向大黄分求助 此时大黄分已经被折磨得绳智不清 在三母的劝缩下 他依旧选择帮助人类 只见他轻抚魔方 魔方开始收缩 没过多久就收缩成手掌大小 当务之急 是将魔方转移到安全地带 此时智人系统失效 威正天彻底苏醒 晴天驻带领 汽车人也朝基地赶来 半路与大黄分成功会师 大天虎在后翻顶追不舍 推头机开始变身手弹其冲 变身后踩着风火轮就追了上来 店后的晴天驻也变身迎战 看变形金刚主要还是看继承人变身 太酷了 两大金刚扭打在一起 从桥上爬到了桥下 但是这种小卡拉米哪是大哥的对手 很快就被我大猪削断一只胳膊 紧接着就领了盒饭 嗯 领了机油 这边红蜘蛛化身战斗机追上了大黄分 大黄分和爵士为了掩护三母 抬起一辆卡车 准备一挡红蜘蛛的进攻 几颗导弹下来 大黄分的腿被炸射了 他将魔方交给三母 保护地球的准弹就交给你了 汽车人和霸天虎的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人类士兵在一旦大辅助 这时威正天也赶到战场 爵士为了打掩护被一炮打飞 接着被威正天带到空中 射程了两半 霸天虎成员陆续赶到 情况不容乐观 士兵让三母去附近的高楼 将魔方交给空军 三母一路狂崩 铁皮和救护车在后方掩护 这边大猪哥赶来 咔咔一路变身 目标指指威正天 威正天化作战机 带着大猪哥飞得老远 我就好奇为什么霸天虎好多都会飞 汽车人每一个会飞的 威正天双手合一化作一把大枪 大猪哥为保护身后的人类没有退缩 被一炮打飞中三不弃 这边三母终于跑上楼顶 举着信号弹奔向直升机 就在魔方即将完成交接时 远处的红蜘蛛一发导弹摧毁了直升机 威正天也来到楼顶 三母被逼走投无路 被威正天一巴掌打下高楼 好在大猪哥及时赶到 接住了三母 巴着大楼就往下跳 最后被追来的威正天扑下了楼 大猪哥要和威正天进行最后的决战 但是虚弱的大猪哥完全不是对手 被威正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使之人类空军前来支援 接连不断的导弹也是打得他较苦不迭 威正天也不管不顾 直奔三母手中的魔方而去 危机时刻 三母直接将魔方塞入威正天的胸口 源源不断的能量朝威正天远去 直接烧毁了威正天 大战终于告一段落 世界暂时恢复了和平 魔种只剩下了这么一小片 威正天被丢进了劳笼深渊 想利用深渊将棋绞碎 却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汽车人见识到人类的无畏 决定继续留在地球守护人类